香港時間清晨 這個就講回昨天TikTok的Hearing 下一節我可能會講新加坡 不是新加坡,講加拿大 國會議院的scandal 其實我有自己的觀點 這個也是的,TikTok這一宗也是的 因為TikTok這個周秀之 如果我們男洋人就有另一個看法 其實自設跳動公司 這次是自己的我 你說TikTok被禁止 幾乎已成定局 但是一開始找周秀之出來 已經是錯的 由頭錯到惡腳 他很多問題都解釋不到 你都從頭錯到惡腳 這條人也說不到事 我告訴你 這條人也說不到事 但是他說不到事 又要這麼臭串 就沒有得談的 基本上我都很肯定 有人說這個公關災難結果 美國國會議員 首先我講這個周秀之的背景 你就不明白為什麼一開始是錯的 周秀之就不是中國大陸的人 周秀之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 他小一點 應該是 的 Singaporean 他是精英的Singaporean 出事的位置就是這裡 就是精英的Singaporean 我等下說 他是八三年出生 小一點 小過五歲 差不多 他2001年入軍隊 他 他是那種精英 華僑中學出身 華僑中學出身 不用精英名校 就是 一是華僑中學 一是男人 一是來佛市 這幾個傢伙本來都串到爆煲 因為 在新加坡來說 他們已經是 什麼呢? 新加坡 2001年 做NX Man 2003年 就已經是 辦公室的 級別退營 然後 他就進去讀 倫敦大學 進去讀 哈佛大學 那些 然後進去 他整個人 就是那些典型的 新加坡精英 那些 就覺得 讀書很厲害 就 那個人就很 講英文 講得很流利 這個就不用說 講英文一定很流利 他們 就會覺得 這個世界是他的 香港也有不少 這些人 以為覺得 英文覺得很流利 世界是他 可以當國會議員是死的 當別人的國會議員是死的 講英文流利 就懂得跟鬼好相處 這個是他們的想法 其實 別人 以我在西方國家的工作 和生活的認知 就是 你說英文 說得很流利 不代表 或者說德文 說得很流利 不代表人家接受 你的 你的價值 你的價值 價值 比你的語言更重要 但很多人就搞錯了 就是 語言更重要 比你的價值 都錯了 周投資 這一波 他就 一天一路 所以 你看到的 他的表情 他是很臭串的 他 完全不知道自己 坐在那個什麼地方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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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他 隨時 我覺得他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 他是犯罪的 這個 就是他 因為 Light before the Congress 是很嚴重的罪行 但是我覺得他是誤字的 因為新加坡 他的成長環境 告訴你 就是他這麼過意來 他不會闖禍的 他這麼過意來 他不會闖禍 他說 有政府照著他 扶搖直上 這個就是為什麼 新加坡政客 越搞越測的問題 或者 一些人會覺得 為什麼跟新加坡人做事 為什麼有種 火星撞地球 就是 連我這個男洋人 我有時候都會火星撞地球 很簡單 他們太容易了 他們 新加坡政府就是 將那些精英 變得很容易 上去某個位置 但是你很容易上去某個位置 就是沒有那種堪步 你生活 你打上去 你很難 做人很難 很艱難 你對他打木銀行 這樣 有好處的 你打木銀行 你這個人會比較謙卑 一些 Humble 一點 你撲過街 做人不要這麼高高在上 他 這班人的問題 就是以為自己 個個都是怎樣 他表面就扮得好像很李光耀 但是他又不知道就是李光耀 他有圓滑的意味 就是李光耀 知道西方國家人 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 他是知道的 他很好明白的 他扮那個態度 他是故意避了某些事情 你看不到 你那樣很熟悉的那樣 方八戒 他那個Presentation 他講東方掛直觀人東方 他的實質 大家一個人都知道 他是一個英國人 問題是這班不是 這班不是學英國的 這班是學美國的 但是美國是學半套的 你學美國的語言 那種Q 那種串 但是你又不是 那種Value 你又不 你又不享受別人 美國的Value 人家後面的天選之人 他串得在他後面的Value System 去支援他 你這次是直接 踩別人的Value System 放星撞地球 直至 是這樣 周壽之 其實你找周壽之 整件事是錯的 但是 我不明白為何一次次跳動 找周壽之 因為 第一 第一 張一鳴 難道他這傢伙 講不講到英文一個問題 第二 張一鳴 他是老闆 如果他被人搓 他會跌倒的 他會跌倒的 美國馬上拉高 美國 你說周壽之 阿水也知道 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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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水也知道 他拉高了 周壽知 其實沒有意思 其實 這傢伙 這傢伙 那些 那些 受人二分制 做狗 那些 那些 我的訴求是上班 那些 那些 所以 周壽之 做得很無恥 但他基本上 在美國 他玩完了 他不知自己 什麼 這些新加坡人 很多 所以 你說西方國家 為什麼不相信 新加坡 我明白 因為 西方國家 跟香港人相似 其實他們最 知道 肯定 香港人的英文 沒有新加坡 有時候 未必說有新加坡人 這樣 這麼 牛利 因為始終新加坡是日常生活用英文的 但是 你說 這個世界系統 香港人 跟西方 跟歐陸 大致相同 你看看 為什麼法國 會 說 Be Water 是 適合香港 原因是 那個世界系統 差不多 法國 也看到以前的巴黎 法國也看到 法國大革命出來 法國大革命 東方重演 你的世界系統 不同 所以你這次周秀之波就很糟糕 你能解釋到 為什麼 之後新加坡很難 你看到西方很多事情沒有遇到 新加坡 你說 五眼聯盟 怎樣也好 西方有叫 紐斯蘭歸隊 有叫 澳洲歸隊 甚至有叫 馬來西亞歸隊 但是 新加坡 他不是做中間人 是有什麼事情 現在新加坡很糟糕 你試一下 如果真的 中國 打拆了中國之後 香港的重光 你猜西方的中心會 放回香港 還是放回新加坡 如果香港歸英的話 一定放回香港 因為 這個原理系統的問題 新加坡人去到西方國家居住 都沒有辦法融入當地的原理系統 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香港人去到西方國家居住 大部分都可以融入 熱狗例外 跟著那個回落 英國後 花生派那個是澳門人 麥卡尼斯 其實是英國的麥卡尼斯 我會覺得 應該要認識 我想看看 有多少人 是做了共諜 我這些 我真的很不客氣 這些傢伙 我見一個抓一個 我不會客氣 這些 但是 你說 周壽之這次 很簡單 你不知道自己的 價值系統在哪裡 你就會出事 我想一下 我算是比較了解新加坡的 其他人 OK 我在新加坡報紙寫了這樣 我也覺得 你這傢伙 你闖了大話 朋友 當然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 很有自信 很Ego 很高 所以他也不會聽別人的 哇 你這樣不行 這樣對著美國人 我不是說 美國人是死狗 但是 你知道美國的 有些事情 他是有一條底線 不能搞的 跟著呢 另一個就是 周壽之固然很親切 但是你說 TikTok怎麼被禁止成為定局 他有一個 鍵的問題 他永遠都答不到 就是中國工程師 或者中國 能不能接觸到美國的資料 你說 你私人公司 我這個私人公司 那些權限的那些 那些東西 那你就混蛋啊 私人公司那怎麼辦 不用你美國法律的 不用跟從美國的價值的 私人公司在大 你老實說 Facebook 或者Google 那些違反言論自由的做法 他都說 我私人公司在大 但是現在 西方國家 開自己的國會議員 遲早會對Facebook 和Google開刀 很簡單的嘛 你私人公司大了 是不是要我管你呢 私人公司不是在大 私人公司 他這句話 是非常之 直接你是冒犯啊 因為你的Data 那個 你是每一個公民 Data 那裡說 Campage and Analactic 那裡 你都管得不好 記錄都不太好 那又怎樣 所以Facebook 被人罰得跳舞 貴公司 你這個 你是直接挑戰國會議員的 那個 那個權力 喂 大哥 你在新加坡居住的 喂 你試一下 你對著新加坡的NP 這樣說話 大哥 你在新加坡的 Committed 你對著NP 這樣說話 你試一下 我告訴你 保證你 你糟糕 這些傢伙 這些傢伙 就是怎樣 周秀之一 還有一些傢伙 這些傢伙 不理 我討厭政治 因為這些傢伙 他不想被PAP吸納的 基本上 那他不理政治 對不對 如果他會被PAP吸納 他反而他未必會這樣說 這麼囂張 因為大哥 你之後 你之後的影響 你跟那個 就是怎麼說 你入政府的時候 跟美國 怎樣打的關係 你不用打 我猜周秀之以後 都不用在新加坡政壇出現 我猜 什麼PAP 找他做NP 就不會 大哥 你這樣得罪 頂撞美國人 你在這個國會 頂撞得這麼齊 我想我新加坡政府 都不敢 亂猜都不敢 吸你入PAP 這個 工作人員都不敢吸入 但是你這樣 還頂撞NP 但是你整個關鍵問題 就是你那些工程師 在中國的工程師 是否能夠 有一個 美國的資料 這是 你必須要達 但是他沒有這個權下達 因為自自跳動 公司大部份的控制權 在張一鳴那裡 實際上 要來招呼 你就是張一鳴那裡 不是周秀芝 那你這次沒有什麼 是周秀芝 你這樣搞的 那件事 這些人覺得 原來你這間公司是這樣的 原來你一開始 你這間公司 已經當我美國的 國法不存在 那就行了 我頂一條法來招呼你 所以你說 這次衝前團結 共和民主黨 就是這樣 那件事 就是這樣 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覺得他不知道 所以 你這次 你TikTok 給全世界的Bank 基本上已成功 就是這個原因 你一開始做錯了 你周秀芝 做錯了 你以撒大部 就是你在這個問題上面 你在這個關鍵問題上面 不斷地鬥彎 國會議員鬥 叫你 四到五小時 你 那些公司 你從你的嘴巴沒有 那你不用說了 你從你嘴巴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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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國人的性格就是 What the fuck 然後又說 到Bank go 我還沒說 我突然說 我去Bank go 你說 然後有些Democrat 有些國會議員 那幾個支持TikTok 肯定之後 你現在有被人開花老茶 我告訴你 沒有那麼簡單 那件事 你肯定 因為你現在 你整件事做一件事很差 就是 用很多中國的方法是怎樣 你去給錢人去示威 給KOL示威 你沒事啊 美國不吃的 這套 你這套擺明是大股的作為 這些是中國影視館做的 所以你周秀芝 這次最佳等理器 新加坡武裝部隊訓練出來的 SAF是更不弱的 很多事情 你身為SAF的訓練出來的Officer 你的Retire Officer 你講這些Fucking的事情 就是你跟華為那些 以前英國的那些 前軍軍入了華為做事的那些 那些眼睛一描 那不用說 所以說你周秀芝 這次不單是周秀芝自己也很糟糕 就是這個問題 周秀芝自己有麻煩 不只是整間公司有麻煩 是周秀芝自己也有麻煩 雖然它是Task一個Condom 接著你說 之後中國的APP會怎樣 混賤 中國的APP外循環 怎會不會外循環呢 中國的APP外循環 你都會解決不了一個問題 中國的工程師 可以接觸資料 還是不 這個問題你回答不了 你永遠都不會解決 你說 MAKE THE FIREWALL BETWEEN THE CHINA AND U.S. 我怎麼 How can I trust your FIREWALL SYSTEM 沒有人會相信 所以 整件事就是WAT THE FIREWALL 所以你說 以後 中國的APP 能不能夠在國際上打出名堂 不會 TikTok 其他Vchart 那些全部Band聽說 你拼多多都搞出有餅 有木馬出來 你拼多多都搞出屎出來 你猜 你猜之後 那些全世界的公司 會不會再對中國那麼好 當然不會 逐漸和你審討 一 Band Tiktok 你連法國都Band Tiktok 對不對 法國 周齡 總統說要訪問中國 真的 找華人 Rusha 陪他 訪問中國 在訪問中國之前 夏馬威就是怎樣 Band go Tiktok 他擺明是跟美國同一條線 我猜 麥空 鞠峰的角色 都是怎樣 和 都大個訊息 他好像最初 鴻烏戰爭的時候 他的角色 都對著普京的角色 那樣 就是怎樣 有什麼賊 都被人屌 就是他做白面那個 黑面 就留給拜登做 沒有 沒有的 你現在這樣玩法 全世界都Band go Band go Band go 所有中國的Apps都Band go 不用說 我不用留面 軟硬件都Band go 華為Band go 之後 我Band Tiktok 其他那些都會Band 什麼Vchat 什麼小米 那些全部 回去做訪 一定是這樣 不用說 我想 那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死眼 那些 就是 中國的Apps 完全是進入外循環狀態 這個就是個最後結果 因為 關鍵問題 你無法簽 我不用說其他 什麼 我只是你中國人的 接觸到美國人的資料 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你不用談 什麼 Tiktok有沒有擦過 天安門 新疆那些 他說沒有擦過 哪個信理 你找那些 你拿證據出來 你說你沒有擦過 或者你把那些 擦除紀錄 拿出來 原因是什麼 你解釋一下 他一定解釋不了 我告訴你 如果被擦澳門的人 出來和他對質 我不知道他怎麼回答 抱歉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 國會議員沒有找些人 去跟他對質 就是找些人跟他對質 去破壞街 而且還有一件事 下一步 這個周壽知 這個人 固然破壞街 下一步 因為國會議員問 中國人 access 美國人data這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就是 美資公司 中國的engineer 怎麼辦 美國 所以見到近來有些事情變 以前 Facebook 香港那些 或者Google 在香港 物地層街 那些 會飛漲過河 搞搞海外的 那些 用戶 現在你看 劉振 三次DMCA 給巴別特激塔2.0 就 出不了聲 我說 我說 我要橙Page 我現在要求Facebook 因為你不止一三次DMCA 你告訴我 This is repeat in printer 你陳樹 你還欠我一個解釋 你還有一個三點 我都會 大家有空舉報他 舉報他 remove為止 我就是追殺到 所有他的patreon remove 只要他知道 如何做一個正常的網民為止 做冷製作 都這麼過癮 然後你想想 有些熱狗台被人ban youtube 喂 這東西很清楚 因為他們知道 有些事情他們以往 包庇得太過分了 那些人不懂得查的 他們這麼過分 那些不是反共台 那些不好意思 那些是投共台 那些 不要搞錯 沒有的 現在 他開始 那些 抄回那些file 這些東西 喂 不行的 你那些中國員工那些 或者香港那些 中國人 你包庇的東西 你美國國會議員一定查 但是我覺得不夠 尤其是Facebook 炒了陳樹再說 不炒陳樹 沒有東西好說 然後Facebook 香港的員工是什麼人來的 一定要解釋 大家一定要解釋 不用說 一定 從追猛達 清完TikTok 怎麼押殺之後 下一步就 清完IT公司裡面的押殺 我還沒記起 Essence 部門裡面的 行為 我就看一下 你幾點 Essence 這樣 我沒有受影響 Essence OK 你搞到其他人的事情 我很清楚 這件事裡面有幾個人 是在這裡搞屎搞的 如果是真的 那些國會議員抽出來 沒有東西的 大家對質 直接對質 我看一下哪個贏 是這麼簡單 大戰在職一定清的 要壓實 這些地毯底的東西 在IT公司 地毯底的東西 一定清的 最近已經開始清的 因為難得看到這些 是包庇出來的 對不對 就好像Medium 我清人鴨煞 我是不會否認的 這些不是言論自由 我告訴你 Fliable和侵犯的安全 絕對不是言論自由 是你黃毓民才能教壞 那些概念 扑你的街 黃毓民這些是要清算的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周秀之間 有銀仰清算完 清算完 TikTok 下一個就 逐間清 還我一個正常的網絡 我不是要乾淨 我是要正常 乾淨就沒有什麼可憐 水清則無如 但你說不正常 現在就肯定 OK 好了 下一節 香港時間 早上 講加拿大